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连续第16次发布了中国企业500强名单 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前10名 依然基本是被央企以及国有的大行包揽 集中在能源 银行 建筑 保险等等领域 国家电网营业收入是达到了20,939.7亿元月居榜首 中石化 中石油分裂第二和第三名 他们也是去年中国企业500强的三甲 约有10家民营企业入围的前50强 而互联网三大巨头BAT则是没有一个进入到前100强 阿里巴巴位列第103名 腾讯位列第109名 排名和营业收入都比上一年有了显著的提升 百度则是排名到了213名 比2016年下降了一名 而在500强榜单当中 近4年来一共是有118家企业进出 退榜企业都基本上是处在传统行业当中 而我们可以看到新进榜的有不少是国家鼓励加快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企业 像是互联网的服务企业 还有电力电器设备制造 多元化投资等等 而我们从榜单上来看 500强企业兼并重组是明显活跃 共有148家企业实施了1497次兼并重组的活动 比上一年度的688次有了明显的提升 显示出企业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活跃度有了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就是今年500强名单的入围门槛是283.11亿元 是2002年发布500强榜单以来最高的一个数额 上榜的500强资产总额是达到了256.13万亿元 500强当中各个行业的盈利能力的悬殊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公建农中交五大银行再加上国家开发银行 6家银行的总利润就超过了1万亿元 占到500强总利润的超过36.6% 而500强当中的245家制造业企业一共是实现了净利润5493.10亿元 总利润仅仅相当于6家银行利润的一半